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黑频道 这期节目我们再来聊一聊 北上走下去美国的天歌 上期节目一做出来 很多人对我不满意 为什么呀 因为现在网络上是铺天盖地的都在骂天歌 很多观众朋友是因为我没有去骂天歌 就对我不满意 说我们都骂 为什么你不骂 在这里是这样 我不骂有我不骂的理由 待会咱们会细说 现在网络上又爆出来更多的信息 天歌他自己也就是对于这些卖骂也是做回应了 关于欠钱不欠钱 怎样 还有人说什么 说新加坡的事情 天歌刚开始不是说在河南老家 然后进去之后 有人在网上就爆出来了 说他在国内的时候 就是靠粉丝接济度日 说了几句深刻的话 被关了一年之后变成了名人 然后某某人给他钱让他去新加坡 然后他还是懒惰成性 现在去美国也是领救助 拖累别人 天歌的毛病 懒应该不是骂人吧 我觉得他也是挺懒的 然后别人说想妈又过来吧 他说有人给他在新加坡找工作 两份工作都不去做工资一千七 要买一千付的苹果手机 一言不离口 自己讲自己都麻烦 这是别人说天歌啊 然后又爆出来之前炒卖金刚精 他的志向是去美国领救助金过上懒汉的好日子 这话是不是他自己说的 这个有待于考证啊 然后看你转发好几天了 忍不住出来骂啊 好吧 这是网友在就是爆出来啊 之前在新加坡的事情 这里提到了啊 在新加坡一个月工资一千七 然后呢是天歌他不愿意干啊 在这里呢 我又找到一些这个信息啊 一千七新加坡汇率呢 是等于说是一千出头欧元 一千欧元就等于说一个月赚一千欧元 那在这里我就稍微了解一下 因为我之前我看天歌在 厄瓦多尔接受采访的时候 我说工资低啊 然后呢我还特意去查询一些这个数字啊 新加坡的平均工资是多少 2022年新加坡的月薪中位数 达到了5000新元 约人民币2.5 比往年增加了2.1啊 那如果要是按照新加坡人均收入 这个人均收入不能算的 你要是按照美国的人均收入的话 那都是人均7000多欧元 七八千美元 但是你上面更富的人跟底下最穷的人 他们差距是非常大的 在这里呢就拉一个平均值吧 说是说是人均收入5070 实际上我觉得3000应该是一个啊 这个这个均值啊 那么天歌呢 别人帮他找了工作呢 是一个月是一千七啊 天歌自己也说当时是在酱油厂工作 那么在新加坡一个月得花多少钱呢 有人就说呀 这个新加坡消费很高啊 怎么说来着啊 去新加坡打工一个月才挣2000多新币 却能花一千五左右物价太高了 根本存不住钱啊 然后在这里就是大概说了一下 你要是买衣服确实贵啊 然后呢租房呢也确实贵啊 啊这里呢咱们就是说看这个什么啊 综合一下呃一千三加一千两百五新币 这么算是不是比开篇提到了生活费便宜 很多就是比较省的情况之下啊 还是按照比较高的生活水准来算啊 也不算省了要花一个月生活费要花一千两百五 然后呢 你如果说要找的一个包吃包住的工作啊 那也能够省不少钱这七百就省了啊 这里建议啊 没有学历没技术想去新加坡 但是只能够靠劳动力赚钱的小伙伴们 选择工作还是尽量包吃包住的工作啊 就是说在新加坡打工也也不好赚啊 哪里都不好赚这里实话实说啊 有人说这个说天歌失业啊 还起到他另外一个毛病就是烟不离口 那在屋内工作的时候那是不能抽烟的 你在户外干活你抽烟没问题 一边干活一边抽烟没问题啊 但是在屋里面有房顶的地方那是不能够抽烟的啊 这也是说是导致他失业的原因之一啊 那么咱们再接着说啊 就是说这个欠钱不欠钱的问题啊 有人说这天歌到处借钱欠了一屁股债啊 我一看到天歌这个欠钱啊 我想之前其实我也借过钱啊 我很多年前的时候吧 就是第一轮就是借钱 然后我就三观就崩了啊 三观差点崩了啊 借了一圈 然后呢有两个朋友借给我3万块钱 然后后来呢我就还了 有钱的时候呢就还了 当然要是拖了两年再还吧 两三年还了是3.3万啊 我借了3万人民币我还了3.3万啊 而有一个人呢是给了利息了 一个人呢是没给利息啊 这是两个人第一次 第二份呢是借了5万 当时是5万是周转5万人民币是周转 我一个月之内呢 我这个周转完了之后呢 这5万我又还回去了啊 这一次呢我就没有给利息啊 那个朋友也挺仗义啊 就一个月之内快进快出啊 利息也没给我就啊 借他一个情啊 再后来呢 我是借多少钱 是借了1万欧元 然后两年之后呢 我还了1万1啊 我给了1000欧元的利息啊 这是我过去这些年啊 我借钱的经历啊 借过三次啊 每一个借我钱的人 我心里我都念他们的好 我都记他们的情啊 所以说你一起天歌借钱的这个事啊 我就忍不住想起来我自己曾经啊 这个经历了啊 那在这里啊 聊一聊这个骂不骂的问题啊 为什么说你可以骂啊 但是我就不骂了啊 你当然了很多网友都是在底下这个也不露脸也没有声音 就一个就是一个这个名字 ID你还可以是匿名的 你随便你怎么骂 对不对 那我既然是露两座节目的是吧 我觉得骂就即使你要去贬低某个人去说一些难听的话 你也得说了有理有节有据啊 所以说呢我这期节目我就不带那些啊 侮辱性的词汇啊 在这里关于大家骂的问题啊 说他道德败坏 我觉得嗯 性质得搞清楚啊 咱们得去对比 因为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嘛 而说天歌在美国行企啊 你说难听一点 你可以说天歌是好吃懒做啊 幻想着不劳而获啊等等 你这是往难听了说 你再说的文雅一点啊 你可以说是天歌是啊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啊 然后就是还是朝了这个文雅的方向 方便方便去说 那你要说他这种算不算是道德的败坏呢 我觉得他现在啊还没有说去害人啊 以后不敢说一个人都是会变的嘛 有可能会啊去啊害人为了生存去害人 也有可能去啊好好工作 这个事情是朝两方去发展 你不知道现在他会从往哪个方向去发展 那在这里呢就不说他是道德败坏 因为你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为什么要说做一个对比呢啊 前一段时间啊 这个北上走线的人可是很多的啊 在天歌之前还有什么什么事情呢 到了美国之后吧 呃出现了一批啊想额房东钱的人北上走线的 是怎么说的啊 咱们往这个下额道里面灌水泥啊 灌水泥之后下额道堵了就可以找房东说你这个房子 租给我有问题啊 你得赔我钱啊 还有呢 说我在这个床上啊 我去培养什么那个霉菌啊 往这墙指培养霉菌 然后呢就说你这个生活啊 环境不行啊 不适合我居住啊 你负购了房子性价比不行啊 不值这个钱 你得赔我钱 不然我就告你啊 这是一批北上走线者啊 他们想是坑房东额钱 这是不是道德败坏 这是道德败坏 对于这样的人这种行为怎样去辱骂 我觉得都不过分 因为首先你想着害人嘛 还有更有甚者是干嘛呀 到美国去怎么能快速获得绿卡呢 哎 琢磨着咱们开车把你撞吧 撞残了 别撞死 哎 这样呢 法律就会判我去养这个人 为了让我养他 美国会给我一张绿卡 咱们得琢磨琢磨怎么样 可以把人撞残不撞死 对于这样的恶心人恶心事啊 这都是不是人了啊 这都是畜生了 你这样骂他没问题 这叫道德败坏啊 天哥你跟他比啊 起码就是好吃两个多不劳而获 这我就是用这八个字来总结就可以了 你说道德败坏 我觉得还还没到那一步 还不至于啊 这是我第一个我不骂天哥的原因啊 有事说事啊 第二个我不骂天哥的原因是什么呀 说我露脸啊 做节目 我曾经我也是饱受网络暴力之苦 包括现在也是饱受网络暴力之苦啊 人家在网上可以找各种各样理由来骂你 比方说说你说你脸黑啊 其实我在这个灯光下脸还是挺白的 如果说跟普通人比我脸也不算白啊 说你脸黑啊 说你长得丑啊 说你说话结巴啊 说你是文盲啊 说你穿衣服这个就是说不修蝙蝠啊 说你不刮胡子 呃 怎么样都可以骂你啊 就是如果是纯粹是骂 那还好 但是有时候还上升到一个什么啊 你的个人信息啊 家庭信息啊 家人信息啊 铺天盖地给你发 卧槽 就伤过别人 就煽动别人 这种去伤害别人啊 所以说经历过网络暴力之苦的我 所以今天看到天歌也就等于也算是网络暴力吧 我是想聊这个一个事 我是想我也想 我想我是想劝天歌找一份工作 但是没有身份工作也很累啊 啊 啊 当乞丐啊 不喜不喜啊 这就是耗生懒做 就是不就是啊 不劳而获啊 这样说可以吧 啊 但是呢我就啊 不去网络暴力了啊 至于说打工不打工啊 其实都不容易啊 都不容易啊 希望他早点能够找个工作干干嘛 好吧 那这期节目呢咱们就先说这么多 感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